就是大家看了很多GoPro的他们的一些视频 就是比如说他们的官方的一些Commercial 就是一些他们官方拍的一些视频 然后都会感觉就是为什么我自己拍的这个GoPro的影片 没有他们官方拍的好看呢 为什么它的颜色和我拍出来的颜色就是不一样呢 今天这期视频其实我可以跟你解答一下 那只需要几个小的步骤 那就是对于你的这个视频参数的一些设定 你做好之后其实你也可以得到那样的一个效果 那我们来看一下 好的那现在我们的手上有一台最新的这个GoPro9 那具体怎么去设定这些参数 让最后你的画面看起来和别人的GoPro拍出来的不一样 更有电影感 那这边有几个参数跟大家设定一下 大家也可以拿出自己的GoPro 也不光是GoPro9 GoPro8 GoPro7也都是一样的设定 那你这边拿出你的GoPro之后可以跟着我的步骤操作一下 那首先我们先打开就是增加一个新的设定 在这个里边的话那第一个选择是视频模式 没问题 好的那视频模式里边的话我们选择 那因为GoPro9它是支持5K的 那我们就选择5K的视频 那这边要跟大家说一下为什么要选择24帧 那比如说如果你不是想拍这个慢镜头的这个视频的话 一般录制如果你用60帧然后降低一半的速度 你可以得到一个比较慢镜头电影感的东西 那如果只是平时拍摄的话 我们选用24帧 因为所有的电影的录制都是选用24帧的这样一个帧率在拍摄 它会比较有电影的这种感觉 那如果你是比如说拍了一个我们打个比方一只狗在奔跑 或者一只鸟在飞行 那你可以选用60帧然后降低50%的速度得到一个慢镜头 那也很有电影感 那我们选择24帧 然后这个角度就是你的镜头的宽广 我们选择的是linear就是线性模式 线性模式的话就是它的这个视频旁边不会有畸变 如果你选择广角模式的话 它的你最终录出来的视频就是比如说你可以看这个桌的边缘 它是会有点圆的这个弧度在的 但如果你是选择这个线性模式的话 你拍出来就直线 因为所有的电影拍摄没有人去使用这个这个畸变模式 畸变模式拍出来的这个效果 就是广角模式的话 旁边的这个边角上会有一些畸变 那我们不需要这个东西 好的 其他这些都不需要 那最重要的是在这个选项里面 那如果是GoPro7以下的朋友的话 打开高级设置里面 那bitrate我们选择是最高的这个刷新率 就是你要得到一个非常清晰的一个图像的话 你是需要这个高的这个bitrate的一个设定的 然后shutter speed因为你如果是没有这个nd滤镜的话 那你就选择auto就好了 然后要跟大家处 我总说明一下就是很多人不知道的一点 就是这个EVComp 这个EV的这个选择 EV的这个选择的话 一定不是零 因为你的画面如果选择是设定在零的话 你的画面看起来会非常的亮 那非常亮的话 你就会得到这个画面就很多 比如说高光的位置是过曝的情况 那我们把它选择最好的就是-0.5或者-1 如果你把这个设定好之后 那你的GoPro最终的成像的效果就会比别人的好很多 那再来就是 往下白平衡的话 那你可以选择比如说是 因为这是台阳光机 那大多时候大家可能拍摄的时候 都是选择比较在晴朗的环境下 那我们把它调整到稍微暖一点的色调 5000到5500左右 然后这个ISO这个曝光的话 你可以选择我们把最小的话选在100 最高的话 因为如果你是选择比较高的情况 这个ISO越高的话 你得到的这个噪点会越多 那我们尽量把它降低 那因为你已经把这个EV已经降到-1了 那我们把这个ISO的话调到差不多400左右就可以 然后最后的话 这个Sharpness就是你的这个锐化 锐化的话 我们不需要做到这么高的锐化 那画面要看起来比较平整 比较给人舒服流畅的感觉 我们选择中间的这个Medium的基础的这种锐化就好了 颜色的话 我们选择Flat 就是这个Flat Color 就是这个很平淡 未经调色的这个比较平淡的这个颜色 那便于你之后去做一个后期调色 那音频的话我们先不管 那大概的话就是这样一个设置 你可以得到的一个画面 那最后的话你可以预设 比如说我们说是 选个什么好嘞 我说吧Customer 好的这样选择的话 那你最后得到的效果的画面 就可以给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样子 嗯 嗯 对 对 啊 OK 而不是说得到的是这种过曝或者是非常就是普通大众拍摄出来的这种GoPro的画面效果 那再来的话可以跟大家说一下就是这个照片的设定也基本上是一样的 那照片的设定里面的话我们选择照片你可以选择广角模式或者是都可以 那如果你是选择这个RAW格式就是这个原生的这种模式的话 那你可以后期可以做到更多的调整 那我们选择这个原生模式的话 它的这个Lens它的这个镜头的话只有一个广角模式 那另外这个EV我们同样是把它稍微降低一点 想到Table 0.5的位置 然后白平衡的话同样稍微偏暖一点点 我觉得GoPro这个屏幕真的应该要改进一下 真的是 ISO的话同样我们和视频的设定把它都变成一样的 讲到400 然后Sharpness 瑞化 Medium 颜色 Flat 好的然后最后你这样得到的这个设定就是很完美的一个设定了 希望可以帮助到你这个这期视频 其实很简单了 那大家就只需要把这几个参数做好 你得到画面就是很棒的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